距离2024年农历新年越来越近 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也是进入到彩排阶段 最新彩排明星路透图来袭 在就业男团呼声高 周深连续多年参加央视春晚 根据网友们的爆料来看 最新参加央视晚会彩排的嘉宾 分别是新直磊、白敬廷、魏晨、黄轩、杨幂 魏大勋、周深、张若南、王阳、毛晓彤、毛不易、甲冰 0713在就业男团和蔡国庆 0713在就业男团是指2007年参加快乐男生13强中的几人 近年来他们通过芒果台综艺再次爆火 他们成员由陈楚生、陆虎、苏醒、王立新、王征亮、张元祖成 六人中只有王征亮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2023年陈楚生、王立新和张远三人还参加了芒果台的《批歌3》 而在多档脱口秀节目中 其他几人都吐槽过王征亮 表示一直说要带他们上央视晚会 结果都是自己一人偷偷去参加 这次0713在就业男团成员一起参加央视春晚的彩排 网友们也非常期待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就业男团的呼声也非常高 也有不少网友喊话央视春晚导演组 希望邀请0713在就业男团参加 周深和毛不易都是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而且两人都是目前内地非常火的歌手 周深从2021年开始已经连续三年参加央视春晚 而2024年他再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话 已将是他连续四年参加央视春晚 毛不易虽然多次参加过央视晚会 不过2023年他才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2024年依然邀请了他 网友们也是非常期待 周深和毛不易作为目前内地年轻代歌手中的佼佼者 加上他们的关注度非常高 有他们参加口碑与收视都不错 星直磊是内地女演员 她在《庆余年》中饰演的《海棠朵朵》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这也是她首次登陆央视春晚 演员除过她之外 还有黄轩、白静廷、杨幂、魏大勋、张若南、毛小彤 王阳和贾兵 贾兵近年来是央视春晚的常客 她也是遭到了很多网友们的质疑 单从名单来看 这里面的大多数演员都会和贾兵合作 带来小品表演 蔡国庆是内地著名歌手 她自从1991年就开始参加央视春晚 在舞台上也留下过很多经典歌曲 其中包括《365个祝福》、《同一首歌》、《常回家看看》、《王狐冰心》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她也参加了《芒果台》的《批歌3》 在节目中她与0713在就业男团的几人有过多次合作 不知这次央视春晚 她会不会依然和0713在就业男团合作带来表演呢? 彩排阵容也一波一波地出现 从最开始的嘉宾 张若南、毛小彤等人 再到杨幂、再就业男团、蔡国庆 直到了今天 又官宣了一波阵容 也让观众们的期待值拉满了 来看看都有谁 贾冰 因为年初的大爆剧《狂飙》、《出圈》 他扮演的心狠手辣的徐江 颇有点枭雄的感觉 可悲又可恨 然而 贾冰除了影视剧之外 舞台剧才是他的主业 多年以来 他也是春晚的常客了 他出现在第一波彩排阵容中 这一次又是语言类的节目无遗了 贾冰看起来发福了不少 不过作为谐星 好笑才是最重要的 张若南是年轻人颇为喜欢的演员 在彩排现场也出现了他的身影 穿着蓝色的棉袄 笑呵呵地冲着大家打招呼 看着状态不错 毛小彤也是穿戴整洁 舞得严严实实 第二波阵容出现 还是让网友们激动了一波 85花杨幂再度出现 这是他第二次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上一次也是唱跳类的节目 不过 杨幂的唱功一直都很受争议 毕竟 演戏是主业 嗲嗲的嗓音 大家是否买单 就不好说了 在春晚刚开始筹备的时候 有网友就呼吁让0731男团上春晚 前两天 观众们就拍到了这个男团出现的画面 陈楚生 张远 王立新 王征亮等人现身 除了王征亮之外 其他的歌手可都是第一次出现 王立新跟网友打招呼 笑得合不拢嘴了 在综艺节目中 张远和王立新多次提到了 要让蔡国庆带他们上春晚 本来大家以为只是调侃 现在梦想真的实现了 到了第三波嘉宾的出现 春晚彻底变得热闹起来了 白敬廷穿着黑色羽绒服 拿着红色的包 很醒目 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男明星了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也是幽默风趣的 这一次 他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魏大军 今年很红啊 在今年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中 魏大军的出现 还奉献了不俗的收视率 能够上春晚 也可以给他在家一波热度 黄轩戴着眼镜 还是那么斯文儒雅 黄轩的这一份书生气 在内于是很稀缺的 今年他还出演了大反派 极端而疯狂 也让人看到了他的可塑性 接下来 他还要和博纳合作 出演《红海行动》 也是中生代演员中的中流砥柱了 星直磊 同样是突然爆红的演员 今年的热门综艺 《花儿与少年》 再加一部热播剧《繁花》 星直磊的商业价值大大提升 在多数场合中 星直磊一出现 就是大女主的发 大气性感 他穿着一身格纹的大衣 也是很具攻击性的 不愧是胡歌眼里的黑玫瑰 魏晨 口罩都挡不住的帅气 王阳这一身大衣好有发啊 他演戏很有味道 和宋佳也是荧幕CP了 两人会不会再度合作呢 可能性很大呀 女演员宋佳出现 一头短发 精干帅气 毛不易 春晚少了谁 都不能少了 送祝福的蔡国庆大哥 一身中国红穿在身上 神采依依 笑咪咪的好热情啊 最后 来说一说 戴着白帽子的周深吧 他的出现 应该让网友们激动了一波 在2021年的时候 周深曾经上过春晚 还演唱了歌曲 灯火里的中国 在去年的时候 周深仍然在电视机旁和大家过年 他演唱的是花开忘忧 天籁般的嗓音 必然是开口贵了 周深的出现 是捡到宝了吧 从阵容也可以看出来 今年的嘉宾更为年轻化 年轻的艺人逐渐多了起来 嘉宾们的流量和人气 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 然而 网友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舞台剧演员就去演小品 歌手去唱歌 演戏的去演戏 不要一股脑的全过来演小品 去流量化 提升品质才是众望所归的 歌手去演唱会 电视机